最近这几个星期,大家都体会到Omicron新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有多厉害 不少人可能已经中了 Omicron看似乎病毒本质上比之前的病毒温和一些 现在外面也有很多消息说这个很温和 病毒其实也不用再害怕,好像感冒一样 大家都不用打针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温和呢? 我们首先看南非图表 这个图表表示南非在酵庭这个地方 即是最初发现Omicron这个地方 四波疫情以来的死亡率的变化 它将四波疫情引起死亡的数字和比较 黑色线是第一波疫情 浅蓝色线代表第二波,即是β变种病毒的疫情 第三波就是深蓝色的那条线 深蓝色代表了Delta病毒 第四波就由红色线代表 即是最低的那条线 即是今次的Omicron 很明显看得到Omicron引起死亡率 比较Delta最高的时候 只剩下10%左右 即是低了90% 而英国也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虽然确诊的数字多得非常可怕 但死亡的数字和入ICU的数字 相对比较平稳 没有跟着一起大升 最近听到有消息 就是说英国方面 都决定放宽一些防疫政策 等于我之前 早前我拍了一条片 就说疫情会如何结束 即是说疫情结束 就不是说没有人感染这个Covid 而是就算有多少人感染也好 如果疫情对于入院的机会 死亡率影响不大 基本上那个国家就随时可以宣布 疫情就过去一切恢复正常 但我们就要知道 那个病毒 比如Omicron 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看起来比较温和一些 就并不代表 就真的它说是温和 到跟这个流感普通伤风感冒一样 即是它是温和了 但就不是代表完全没有东西 我们暂时是看不到 或者看不清楚 是不是真的这个病毒 温和到 不需要理会那么好 在南非、英国这两个地方 英国基本上当然有很多人感染过 天然也有些抵抗力 打针的人也比例很高 南非主要大概是三成人打了疫苗 其他那些有很多人 在之前的三波疫情 都已经感染过之前的新冠病毒 就是说都有一定的天然的免疫力 那Omicron出现在这些地方 对他们的伤害就没有预期那么高 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全世界都适用呢 这个真是未必一定的 虽然我们都可以很肯定地说 Omicron本质上的毒性 引起人入院重症的机会率明显是低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刻就不能够 很武断地说他已经完全没事了 主要将他当伤风感冒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打针 我觉得真的不能够这么说 既然如果真的要打针的话 那究竟应该 打了两针够不够呢 是不是应该一定要打第三针 对于患上COVID之后需要入院的机会影响是怎样的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图 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65岁以上的人 感染COVID入院的情况 这个研究就是去年10至12之间做的 这个很明显DELTA病毒是主要的 就不是今次Omicron的 就是垂直那条XY轴 就是显示每10万人需要入院的人数 那橫那条X轴就是代表那个时间 那橙色那条线就是代表没有打疫苗的人 那就只是跟着 下面深蓝色那条线就是代表打了两针 淺蓝色那条线就是代表打了三针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需要入院的机会 如果完全没有打针 相对是非常之高的 那就是比起那些打了两针 或者打了三针的人 明显就高了一大绝 那当你打了两针之后 那条线由橙色那里 急剧就降到深蓝色那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一直都维持住 就是说打了两针之后 即使感染了COVID 就入院的机会是大大减低的 那至于打了第三针 那又怎样呢? 淺蓝色那条线就是代表打了三针 那你看到它那个入院的机会率 比起打了两针 是有些再降低少少的 但是就是少少 就是说它是有好处 不过好处就不是说大得那么交关 就是打了都好 但是相对就没有说 叫那些未打针的人打了针 那个好处那么大 那你会说这个Delta Omicron就不是这样 那Omicron当然我们还未真的画到这些图表出来 但是呢 就看来现在收集的数字来说 应该那个模式 和这张表应该都差不多很远 那另外我们又看了另一张图 这张图呢 其实和之前那张图是一样 不过呢 就是年纪层年龄层不同了 那这个呢就主要是一些 就是50岁到64岁之间 那些就是中坑 中年人 一样了 未打针的人 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入院的机会 也是相对都是高的 那打了两针之后 橙色那条线 就立刻就变了深蓝色那条线 就是入院的机会 又大大减低了很多 打了第三针的话 就是淺蓝色那条线 又是有些好处的 那再会减低多一点 入院的机会 很明显 打两针 基本上都已经有合理的保护 就是在入院这方面来说 那你打三针呢 都好 就是感上添花 但是呢 就不及由 你未打针到打了两针 中间的差异那么大 那些针如果真的有限的话 其实呢 帮一些未打完全未打针的人 打了它 那个好处是最大的 至于现在你听到很多地方 就打到第四针了 那究竟是否应该一路再打下去 才最好呢 建议大家看回 上次拍那一集 那就会讲得清楚些 那上次我讲过 你基本上要预防感染的话呢 就是说要病毒呢 完全呢 你接触到病毒 它完全感染不了你 看到你就立刻弹开 这样反弹走的 那你就需要维持一个很高的抗体水平呢 去阻止病毒感染你 因为这个抗体很多时候呢 就是打完针之后 会升高 一段时间又降低 那所以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呢 可能要不断打这个加强剂 才能做到 那但是以色列呢 最近有一个数据出来呢 它就有一个很少的 很少人百多人的研究呢 就说打了第三针 和打第四针 分别大不大呢 那他们又发觉呢 就打了第三针呢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它是有好处的 那但是打第三针之后 再打第四针 是不是真的能够防止病毒感染呢 那他们发觉呢 那个效果一般的 就是说抗体呢 就是升高的程度呢 就打第四针 比起打第三针呢 就好像不是多得那么多 而且实际上 打了第三针 和打了第四针的人呢 如果遇到病毒的话 受感染的机会呢 好像差不多 那就是说呢 其实上次我讲的那个呢 就是说你不断打针的话呢 那应该就可以维持到高抗体水平 阻止病毒感染你呢 都不是说完全对了 就是说如果你一路打 防止感染那部分的能力呢 都有一点点递减 未必真的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以色列 多数人都是打两针 或者三针的Visor 就是Biontech疫苗 如果他说打第四针 那个好处不是那么大的话呢 那其实很大机会 将来Visor Biontech疫苗 应该是一个三针的疫苗 打不打疫苗 当然是自己个人的决定 你打不打都好 最重要你要得到正确的资讯 衡量过了 我觉得都是打或者不打 都是个人的决定 你说打针有担心 其实个个都会担心 不过数字上 疫苗相对都是非常有效安全 大家再有问题 欢迎留言 告诉我 我尽量就帮大家解答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